關於這個就是一個不流不港,局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大家看到了,北溪1號、2號,其實走到一隻哥斯拉出來之後說你猜不到他 現在看回所有的評論來說,我們不是在做這個神探究竟去查一下這件案,究竟是誰做 胡錫進就說得很清楚,跟這件事他開始感覺到恐懼,原來戰爭可以去到這麼極端 就是說,炸了北溪1號,如果這件事是人為的話,事實上這個證據顯示 這就不是普通自己的技術部長,這個炸出來的話,就令到整個歐洲,不是單止是德國,走上不歸之路 現在德國出現了很頭暈的問題,德國很難再跟俄羅斯走在一起 同時,波蘭覺得寬天起地,也表示了歐洲已經出現了四分五裂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不是團結 我用兩個戰爭的原理跟大家說,這次這個北溪爆炸事件究竟是什麼 有什麼意思呢?這個意思呢?除了是,剛才胡錫進說到 原來戰爭是非常可怕的,可怕是第一件事 就告訴大家,如果根據西方的克勒塞維持的戰爭論 他定了戰爭,很簡單 是一種推進到最高限度的暴力行為 就是說,無所不容其極,暴力是無限度使用的 為什麼呢?因為由於一方是要迫使另一方接受他所作的規定 就是說,我要強行要你接受我的目的 於是,你起便施壓,他那邊又在那裏作一個互動 即是receptical action 出現這個情況之下,越推就越是去到極端 就是說,你不讓我,我不讓你 這個所謂的戰爭論,是不是很覺得就是今天的情況呢?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接著呢,美西方 好了,就打一本給烏克蘭去和你打 打到差不多一刻,大家都去到最盡 已經說到核戰,已經說到全世界的戰爭了 所以我們回到頭,回想一下 開頭很多人就在那裏 不知道是猜測還是什麼 就說說普京做出兵的烏克蘭很有善意 這個真的有多餘,出兵 這個無限度暴力的使用,軍事衝突 你怎麼樣的話,處處留守 如果真的的話,你有問題了 處處留守的話,現在俄羅斯就處處被動 被動之餘,你說出核彈 人家不知道什麼事突然間把整個 你和歐洲的血脈,即是你那個天然管道斬斷了 你想一下,戰爭是可以去到多殘酷 你說,斬斷這條天然氣道有多殘酷 你知道歐洲會有很多人凍死 遠處是Low mercy 我只敲到一個,就是說 目的就要符合我那個戰略設計 這樣就可以了,我不知道究竟誰炸 誰是做主謀,總之這個行動的話 正如胡錫信所,現在所理解到的 背脊一出冷漢就說,原來戰爭是這麼可怕 所以如果你看回頭,現在有很多評論 就是說,如果普京真是開頭什麼 心慈手怨,又說這樣不炸那樣又不打 道道為自己出兵斥限的話 先頭以為什麼普京大帝 就為自己是戰神,多餘 如果是這樣說,你真是中招 中招,現在你很被動 你和歐洲真是萬劫不復 好,第二件事 大家想不到原來那個天然氣就會爆炸 當然了,我講回東方的戰神 這個就是孫子 孫子的始計篇說 兵者,鬼道也 孤能而視之不能 用而視之不用 近而視之遠 遠而視之近 總之一句就想不到 所以整件事無謂猜測 誰去炸誰去打 總之這個是兵 用兵就有鬼道 即是說 在你猜不到的情況下 就出現 現在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大家都知道 波蘭為何會寬天起地 Thank you USA 為何不開心呢 他不是 有沒有能力炸 沒有需要 跟他去計算 但你依然知道 波蘭最討厭兩個國家 哪兩個國家 一個是德國 第二個西秀就是俄羅斯 為何不討厭德國呢 大家都知道 二次大戰 一出兵 閃遍戰是打什麼 波蘭 和納粹德國 真是血海深仇 你看 你在波蘭 犯下多少戰爭 最後死了多少人 當然 波蘭也對你這個 德爾志 普魯士 民族 亦相當之不客氣 大家互相血海深仇了很久 波蘭和俄羅斯的歷史更加不用說 看回世事誌 整千年都在加加進 不是說歷史也好 大家之前聽過我說 波蘭突然間 在德國很開心 很以氣風法說 又要加入五常 即是加入這個常務理事委員會 即是要入常了 即是要在聯合國 接著又說要 統領歐洲強軍 要打了一支歐洲軍帝 即是嫌疑要成為歐洲軍事大國的時候 波蘭作出了什麼 跟你回舊仗 說以次大戰的事情 麻煩你賠償 當然 即是說已經是賠償了 已經是解決了事情 現在你才說 就告訴你 波蘭很不喜歡德國 德國今時今日 從一個戰敗國想變成一個正常國 甚至變成聯合國的常監理事國 這什麼意思呢 你叫波蘭怎麼想呢 波蘭 為什麼說炸了天然氣管道這麼開心 因為他不用靠俄羅斯的管道 因為他們兩個不是表兄弟 德國和俄羅斯都是兩個表兄弟 波蘭可以在拿威拿天然氣 所以說 多謝美國 即是說 一炸 你們兩個兄弟 現在真是頭痕 所以也看出 歐洲是非常非常之一個不利 原本就說結板得很快 之前北極管道1號2號開的時候 整個歐洲多全結多開心多笑容滿面 不刻意時代 俄羅斯的油沒有訂去 不會賣給中國 為什麼 防中國 你會和你友親 現在 就說永遠不信西方 今天呢 結局就是哥斯拉 這個哥斯拉出來的時候 我想告訴大家 就說 你還要想多一個考慮 就說 為什麼今時今日 這麼巧 出現了這麼大的局勢的轉變 和向最壞的方向那邊走走呢 就說你整個歐洲 已經沒有投資信心了 現在美國做什麼 加息 那些錢 最好走回美國 投資走回美國 只是歐洲亂也不要緊 好像說 是不是可以去亞太區 找中國投資 我們馬上去的 何錦麗 這位是副總統 他就去到這個日本 就進行訪問 之前呢 就又進行了這個 美韓的軍演 就鬧得都很不愉快 這個的 北韓呢 就試射這個導彈 好了 什麼試射導彈之餘 何錦麗呢 來到日本 非常之 一個有象徵性的意義 一來他出席了 一來 復辟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 安倍智三的角創 第二 他星期三 就向這個 日 昨天驻日美国海军发表讲话 他说华盛顿将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整个亚洲 无所惧不由于地展开行动 即是说这我看的 任何代价我都会付出就是帮你们维持这个别罪 即是说不准有人单方面改变现在太平洋的形势 虽然说好似是不是就是针对台海呢 但是问题的情况之下 日本韩国加上美国的军演的话 你会影响到尤其是朝鲜非常敏感 所以发射完这个所谓的导弹 或者高超音速导弹之后 这位现在是精神换发的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听说他和习近平互相通辨涵 其中金正恩就是给了涵件六次 习近平给了他两次 这个就是西方的情报部 靠估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根据韩国国家的情报院28日表示 朝鲜会进行第七次核次 即是试完核弹之后 试完这个导弹之后 我试完给你看核弹 是不是就是核战威胁已经去到马太区呢 好了 这个第七次核次就选在10月16日到11月7日之间 刚刚就是中共的二十大召开和美国中期选举的中间 非常之敏感 亦都非常之有这个讯息 叉了出来的 什么意思呢 你将大规模的军艦 真是现在这个军演 压到起朝鲜半岛 真的有些不厚成比例 那你以为就是压住 是令这个中方感到压力 你在那里说我可以维持台海 但是你会想到 同一时间你令到这个的朝鲜 本来是不躁动的话 现在不行了 说回一个笑话 就是之前呢 美国就和这个北韩拍了肩膀的时候 曾经表示说 不如你就不要要核武了 你不要要这个导弹 大家就相安无事了 你想想 你真是当金正恩真是小孩子吗 幸好而已 但是也是一个不幸的地方 就是说 现在整个大海区 又出现了核战的阴影 又试射这个核弹 这个就是核威胁 第二 高超速导弹 这个会不会打到美国本土 但是起码日本 不是好过了 大家综合回之前我所说的就是说 如果美国是两头挑火 北溪就炸断了 这个的所谓的欧洲亲情就不再了 是说 阿拉区也有金正恩 提出这么强烈的一个不同的看法 即是说 你去迫得紧 它也可以像布京一样 一样可以出到很断言的手段 你想想 这个世界不是全部没有和平吗 最和平在哪里 最和平在哪里 最和平在美国 那些钱走去哪里 不要走去中国 一会再说中国 又在那里强力唱衰中国的经济 不过最蠢的就是 因为欧洲也在那里唱 因为他都不知死活 对吧 今年的冬天怎么过呢 美国对你如何 所以说 战争是一个暴力的无限度的使用 亦都是用回我们东科的智慧 就说 除了不战而误人之外 兵者鬼道也 就是鼓励不到 我们只是在那里看新闻 真是我们只是看新闻 你不知道下一步是走是什么 星期三还觉得这个世界有核战危机 好像俄国的牌强了 突然间突然一声 是吗 穿了个洞 这个北京二号 那又不同了 那你叫我们怎么去估计呢 兵之鬼道也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就是看结果 究竟欧洲会怎样 欧洲告诉你 你也知道非常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地方 是吧 那你 没有天然气 那你这些工业怎么做呢 这里有一个直接结果 大家好 和大家介绍一下 巴士的步石楼台 已经优化了iOS的app 改善当网速慢的时候 有时会遇到的播放问题 石楼台有很多 你有兴趣知道的话题和知识 其他的媒体很少说的 我们希望石楼台是你的大佬营养补充品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订户可以看到我李同、盧永雄 还有巴士的步的团队 和其他名家的独家内容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和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除了网上版的石楼台之外 你还可以安装石楼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谢大家支持